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啦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别误会 我不是坏人 你别过来 你到底是谁 我 我怎么会在这里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晕在溪边 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 所以我就休息了 后来你掉进了溪里 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救我 小姐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 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那的话 别客气 我cemos 我看小姐全身湿透 不如坐到火队旁边来去讯州 Zither Harp 这样好 我把我的衣服脱下来 然后给你做平风 你就可以安心取暖了 你还是不放心 我去东湾守着 想不到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 等会相符 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小姐 小姐 你在哪里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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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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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进城邀请大夫 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 如今天色已晚 又大雨清暖 爹平时叫我 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 更何况 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儿不管了 看来 只有明天再进城吧 公子 你的衣服都干了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 你快穿上吧 谢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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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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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锋 三爷妹找到了吗 还是没有找到 雨下得太大了 脚印全被冲走了 根本没有线索 那怎么办 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 现在雨下得那么大 天也那么黑了 她一定会害怕的 怎么办啊 我已经加牌人手四处去找了 快进 您留在这里找 好 在这儿过去找一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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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儿啊 小姐 小姐 我穿好了 你 是你 我 怎么了 怎么她跟梦里的人 长得这么小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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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你的脚怎么样 可能落水的时候 不小心扭伤了 我帮你看一看 有没有好点 好多了 不知公子遵信大名 不敢 我姓薛 就要薛平贵 薛公子救命大恩 王宝川扭名肺腑 带我回家禀告爹娘 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好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 只不过天色已晚 外面又下着大雨 这么晚了 又下着大雨 那要怎么回去呢 爹娘一定担心死了 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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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有些干粮 你要不要吃一点 谢谢 看他之书打理 尽收领数 跟我交谈 你不敢看着我 真是个真人君子 是不是不好吃啊 不是 不是的 薛公子 不敢 姑娘有何事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 但不知薛公子 你可曾饱读诗书 从小我爹 舊头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文才武略 我略懂一二 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 失礼了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 应该进一经求得一官半职啊 好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 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方明 文姓王 叫宝川 家中台行老三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打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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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场雨 要下到天明才会停吗 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 我别无他意 你放心 我会守在洞口呢 虽说她是正人君子 当工男寡女通出一个山洞里的 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雨终于停了 小姐 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 我从来没走过 这样啊 好 有办法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 会好走一点 她不但文武双全 为人敦厚 如今又发现她是那么的温柔体贴 她 你干吗不走啊 还有问题吗 没什么 请你走慢一点 好 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怪你 山路陡峭难走 只怪我笨没有用 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 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小姐不必这么说 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 用软豆载你下去 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 嗯 这样吧 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 我把你牵下去 你觉得如何 走吧 走 干嘛不走了 原来你是怕 不用怕 有我在吗 我会走慢一点 走吧 小姐 虽然呢我读书不多 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 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 但是 环顾四眼无人 应该没人会看到 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 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背我下去 恕我多言 如果姑娘不方便 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 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 我只是觉得要须公子背舞 委屈你了 你我心中无邪 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 不打紧 不打紧的 来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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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々aju 没事 没事 没事没事 女神 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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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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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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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 三小姐 姐夫 怎么样 找到三姨妹了吗 这一晚上 山上山下全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 二姑爷 大姑爷 那怎么办哪 公子 可以把我放下来了 放这儿就可以了 辛苦你了 你 你先说 谢谢你 不客气 三姨妹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阳光将军 那边好像有人 快 快点 快 快 小姐 小姐 把她给我抓起来 是 是 快 走 怎么办 住手 四姨妹 你没事 大姐夫 四姨妹 大胆银贼 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 你这是招死 银贼 大姐夫 昨天有蒙面人抓我 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那她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因为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薛公子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薛有鲁莽 她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姐夫 昨天三姨妹 就是被这个蒙面人 接走的 她肯定是那个淫贼 修的鲁莽 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 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啊 二姐夫 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这位壮士 感谢你 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相国千金 是啊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壮士 不如跟我回趟相府 让相爷和夫人 好好答谢一番 嗯 不了 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 就此告别 薛公子 大姐夫 能让我跟她说几句话吗 薛公子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我明白 进了长安 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 小莲 小姐 对了 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 他们带了衣服 说要给你换上 还有啊 这个呢 是我的随身之物 你到相府 把金钗交给他们 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薛公子 等你好了你爹的病 请你务必来一趟 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这 这 嘿嘿 薛公子 你救了我们家小姐 我们家小姐 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 嘿嘿 所以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小莲 小莲 哎呀 薛公子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呀 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 是让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小莲 那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 保重 诸位告辞 原来是这小的伤了我弟弟 好 咱们这笔账有得算 小姐 人已经走远了 三姨妹啊 这教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 岳父岳母也着急了 咱们先回去吧 嗯 北京 小姐 你看你身脏兮兮的 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 我们再回去吧 嗯 welfare pod чувств 来吧 爱啊 来吧 好 接住 好 太好了 宝石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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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 真好玩啊 不是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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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 这个是不归的 这时候还要多 没钱 没钱 拿来 拿来 没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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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小娘 大家别走小娘 走走走走走走 全场完成了 就只有我葛大的这个丐帮 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 你看我没有手的 看见没有 这个是缺腿的 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不是吗 瞎子 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 这么精彩的表演 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 给点吧 好 没关系 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 好戏在后头 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 马上为大家介绍 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 来给大家表演一段 精彩的才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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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两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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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看不起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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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你真有点风味啊 你瞧我会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啊 金蝉鲸鲸 在一身旺 剩下每天 每一面朋友 好 你帮他跳玩的啊 别来特决啊 真的 我们乞丐也是人啊 也是人 求求大家上万分啊 好深情哦 要不还要出外来啊 真的啊 各位好心人 给点钱吧 给点钱吧 喜好心心好 给点钱 给点钱吧 谢谢 给点 刚好啊 给点点啊 别走 别走 别误会 别误会大家 走走走走 都过来 都过来 我看到啊 唱歌跳舞这招啊 是行不通递 大家还是四处 多要点钱吧啊 好不好 多要点钱 哦 来 来看看 来看看 哎呀 公子 你看 这个很漂亮的 拿回去送给妹妹啊 哎 哎 这个也好 送给姑娘很合适的 哎 哎 您看看 这个喜欢吗 来 表哥 你干吗呀 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不是不行 可你刚才 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那人家本来 就是女孩子吗 哎 我的公主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是男儿身 你 来 戴战 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你可别忘了 我们来中原的目的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 十八年前 我们败于唐军手下 以至于我们臣服 进贡唐朝十八年 我可不服气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目的 就行了 那还行 大爷 你好为大爷 大爷 可怜可怜吗 给点钱吗 谢谢 谢谢啊 别碰我 谢谢 怎么这个 我们走 你 你 你这么多啊 太无夸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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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钱包是你们的吗 是我的 谢谢 看你们是乞丐 可怜你们 没想到 你们居然还偷 失误已关 不予追究了 你们先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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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来 来 这位公子 这位公子 多谢帮忙 城里人多负责 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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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意思 随便说说的 彪哥 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娘 宝川 宝川 娘 我可怜的孩子 我的宝贝女儿啊 让你受得惊吓了吧 好了 女儿回来就好了 女儿不孝 让爹娘担心 女儿 不必多礼了 怎么样 没受什么委屈吧 有这种事 岳父大人 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 又逢下雨 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我堂堂相父的千金 怎么跟个陌生男子 在山洞里过夜 这 这又是传出去 你 相爷 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 咱感情还来不及呢 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爹 薛公子人品正好 我们在山洞里 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 他是个正人君子 爹 有机会 要好好答谢人家 是啊 就我宝贝女儿的恩人 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 苏龙 在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 应该就在城里了 你去找找吧 是 宝川哪 看你头发乱糟糟的 娘陪你到绣楼去 梳妆一下 好 我也去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 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 不会关心我的 爹夫 小叙有话要说 你说吧 小叙认为 那个姓薛的小子 就是那个蒙面贼 此话怎讲 您想 此贼武功不凡 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 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 为什么又把他平安地送回来呢 此种缘由 很难想象啊 你是说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禁 绑架宝川 再向老夫邀功 不止邀功 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成龙快婿啊 卫护啊 在 这件事情 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 如果 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 老夫定能重重有赏 但是 他若是胡来 老夫绝不容他 是 岳父 小叙这就去办 去吧 这个旧宝川的薛某人 到底是何许人也 大夫 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 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 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 可是路 这么远 怎么去啊 我顾轿子送你过去啊 医者父母心 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我求求你了 大夫 看你这么孝顺 好吧 小陆啊 把药伤取来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师父 来了 请 来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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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让开 让开 快让开 我看 等一笑 别碰 让开 让开 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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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开 让开 让开 走 走 走 好了 已经够美了 还打扮呢 你看你啊 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 不来帮忙也就算了 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娘 这宝川的前后左右 被你 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 我又从何帮起呢 好了 娘 我跟迎川去厨房 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 小妹啊 一定饿坏了吧 好好 去吧 大姐 二姐 别忙了 我不饿 怎么会不饿呢 再说了 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 好 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去吧 小莲啊 夫人 小姐 昨晚熬了一夜 你先让她睡一会儿 好好休息休息 我去厨房吩咐一下 备一桌酒席 给我女儿压压惊 夫人 夫人 慢走 好好照顾小姐 是呀 夫人 给我打 你们干吗打我 我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我没有 你还说没有 你和她呆了一整晚 我不信你没有侵犯她 我真的没有啊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你们是谁 你管我是谁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吗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吧 胡说 审犯人应该在衙门 你把她带到郊外 分明是用私刑 你把她打呀 你把她打的 你把她打给她 分明是用私刑 乖 你把她打给她 你把她打给她 我把她用私刑 我把她打给搭 你把我把她打给你 就开侠了 你把我把她打给你 这儿 来 走 你快快 怎么样 你 你还好吗 谢谢 是 表哥 我们快找个地方 替他疗伤吧 大寨 你让我一路跟过来 结果发生这种事情 你别忘了 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先不说这些 就人要紧 来 小姐啊 我觉得 刚刚夫人说得不对哦 我娘哪说得不对 刚刚夫人说 小姐你满脸惊吓 而且整个人 调醉了也瘦了 没有啊 我也觉得没有哎 不但没有 我还觉得小姐你呢 满脸红光 啊 春心荡漾 小姐 你胡说什么 小姐 我哪有胡说啊 你想想看 之前呢 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 可是你都不答应 还有呢 有很多人找了画工 画了画像让你挑 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哎 但是今天呢 我看到你跟薛公子 要分手的时候 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 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打你了 哎呀 小姐 我跟你感情这么好 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 你舍得打我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小姐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 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 因为小莲跟你啊 像亲姐妹一样 对不对 哈哈 这个薛公子啊 确实是个既善良 又温柔的人 更是个谦谦有礼的 真人君子 我 小姐 你真的喜欢她啊 我不知道 我只是 只是心里想着她 脑子里浮现着她 嘴里还常常念着她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小姐 要不要我就帮你找她 小莲 我是相府千金 我怎么可以去找她呢 哎呀 小姐啊 我们呢 只是要找她来 又不是让她来提亲 是吧 更何况 你不是送她一只金钗吗 咱们呢 就趁此机会 邀请她上门 让小姐你好好地当面谢谢她 不对啊 照我看啊 薛公子啊 她虽然外表温和 可是她的内心啊 是非常自负的 所以 如果要她主动上门 她绝对不会答应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啊 当然是由我小莲 去邀请她上门啦 好让小姐你啊 好好地当面谢谢薛公子的 救命之恩啊 哈哈哈哈 她说 她要找大夫 医治她爹的病 嗯 所以呢 你就到药铺去找她吧 嗯 嗯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你为什么要把她 带到这里来啊 我的好公主 我们都是大梁人 到战外 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 现在倒好 你为了救她打伤官兵 现在 我们不管是把她 带到药铺也好 或是客栈也罢了 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 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我知道 可是也不可以把她 救扔在这儿啊 我不太放心 你放心吧 我刚才看了 她只是受了皮外伤 你给她服了药 应该没什么的 而且 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了 一定会有人照顾她 再说 我们跟她素昧平生 这么帮她 已经够可以了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走吧 快走 我 等你等到春红褪 等你等到春红褪 等你等到夏绿醉 等你等到山白头 等你等我几个秋 等你等我几个秋 等你等到新山落 等你等到新山落 等你等到月儿破 等你等到月儿破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到月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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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身结束 至今 能连到月儿破 和若照 在月儿破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满腹心酸素于谁 光是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未留谁 孤单寂寞深憔悴 每一甘何人不过 从此不再为你留下泪 甘长寸淡陷过谁 望尘秋时心已碎 让我从此不再 怕你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